家人们注意看 很快就要到放暑假啦 就别再给孩子买这种保质期超长的奶茶了 今天我来将您在家自己做 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而且干净卫生物添加 怕上火的可得要点赞收藏好了 首先将两个雪梨用食盐搓洗一下表面 因为很多水果为了好看 都会在这个表面做一层打蜡处理 所以我们要先清洗掉表面的蜡 搓洗干净以后呢不用去皮 我们把果肉切成小块备用 这样子煮出来的汤汁才会更加的清甜 罗汉果我们尽量用手掰成小块 这样子更加容易煮出它的味道和颜色 再加上5克的菊花和5克的下枯草 最后我们再把所有的食材一起放到锅里面 这罗汉果和菊花呢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所以咱们的食材搭配也就非常重要 我们再给它加满清水 炖上45分钟 我每天都要再分享一个做菜的小技巧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中途一定要记得加入50克的黄冰糖 咱们家里有养生糊的也可以直接用养生糊去煮 会更加方便 煮好以后滤出里面的长渣 再放入我们切好的雪梨煮上5分钟 接着再倒入80克的白凉粉搅拌均匀 最后再倒到一个盘子里面亮亮凝固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给它装到瓶子里面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口感会更好 想吃的时候呢 我们再切成小块 加一点孩子喜欢的椰奶 牛奶 蜂蜜之类的 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甜品店28一份的雪梨菊花糕就做好了 想吃的美食自己做 家人吃的也更放心 你学会了 你就点赞收藏做起来吧